现在我们是在重庆啊 嫦娥的第二代U6A自电IDD已经到店了 这个车其实多年以来我对它印象一直都非常的好 因为在10万出头能够买得了这种先锋美学的自电运动轿袍啊 独此一家并且今年升级的自电IDD系统 可真诚可插混 一个价格买一台车但是可以享受两种动力 又可以真诚又可以插混 在城市里边136公里的标定的纯电续航呢 让它每公里的成本啊 你充电的话只要有加充的话每公里不到一毛钱 同时呢如果你想要出去开的稍微远一点的话呢 可以真诚可以插混也不会有任何的续航的焦虑 所以我认为这台车是非常适合年轻人 在有限的预算之内能够买到的 既能够兼顾运动操控 又有智能和科技的一个产品 第二代的U6A自电IDD我觉得从颜值来说啊 依然是很能打的 整个前脸呢加入了下方的大量的一些运动的包围啊 这个上面还看起来有一点点仿的这种碳纤维的这种四条的装饰啊 所以整个车头部分看起来这种攻击力啊 我觉得是非常凶的 而中间呢在这个引擎带和下方的中网之间呢 采用了一条横贯的LED的灯带 这个也显示出了它一定的科技的性能 事先到侧面来看 侧面我觉得最大的两个亮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不管是车窗的四周 还是像后四镜的外扩 包括轮胎啊等等 全部都给你做了凶黑的处理啊 包括车身的侧裙等等 同样都是如此 所以你从侧面来看 这种运动的营造是非常强的 然后再就是外弹式的门发手 它这个还不是那种三角式的 这个是完全的外弹 开起来其实是很便利的 而在车尾呢 最大的亮点就是这台车是升级了 Super Race 2.0的版本 在车内啊 中共台上面那个橙色的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不光是车内会发出那种模拟 跑车的那种运动的声量 同时呢尾翼还会打开 这个尾翼大家可以看一下 绝对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廉价的一个小尾翼啊 就是宽幅是比较宽的 像我这一个手指应该是标准的20厘米 差不多是在18个多厘米左右 稍微远一点 比如说你后车看到前车车尾的时候呢 这一部分这种视觉的这种张力啊 我觉得还是有的 下方呢中央有扩散器的一些装饰 这些都是采用忽稀的失调 所以整个车啊 你配合这个车漆 加上这种黑色的大量的运动氛围的营造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年轻人不吃这一套的了 再打开一下后备箱啊 它不是这个logo 而是在logo的下方有一个独立的电动尾翼的按钮 打开之后你能够发现这个车其实是一个仙背的造型 仙背的车最大的亮点就是后备箱的开口真的是非常的大 你要往里面放东西啊装东西啊 这开口是更加的便利的 下方的盖板打开之后呢 里面还有一些应急救援的物品 这些小的储物格啊 你也可以放一些需要固定收纳的一些东西 所以整个后备箱的开口呢 还包括里面绝对容积啊 我觉得这个车都是做的不错的 这就是整体的外观 咱们再到车内 我们结合能够看到的具体的配置啊 咱们来做一下 第二代有力为制品而力的三个款型 到底应该怎么买的这个选题 类似呢 其实整体来说比较熟悉了 这套类似的色彩呢 叫做黑色加上活力层 活力层怎么来体现呢 像这些地方啊 中间那个super race的独立的按钮 还有方向盘上面的一些缝线 座椅里面的一些缝线等等 都采用了橙色搭配 这个会让整个类似啊 以灰色为主的这种旋律之下呢 会显得更加的活泼和跳脱一些 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年轻人的 所以你看整个这台车啊 在外观的类似的细节的搭配上啊 其实都真是年轻人做了很多的喜好 第一排坐进来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家族式的设计 到现在来看 依然不过实际体式的应用座椅 上方全体像毕竟的整个车厅呢 都是熏黑的设计 所以这个我觉得 应该说是在20多岁的年轻人啊 游戏是男性喜欢驾驶的朋友 所以这一套类似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抵抗力 说一下这套动力系统 第二代由0V自电IDD呢 采用了一个P13的同轴串型的布局 可以实现增程和插混两种动力模式 能够带来的中壳的最大功率呢 是158千瓦 最大扭矩是336米啊 这个百公里的加速呢 可以做到7秒以内 是6.9秒 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动力方面啊 包括续航的焦率来说 纯电的使用的成本来说 在三个维度来说 都没有明显的缺点 真的是性能非常的强 然后这一次呢 第二代车型一共是上市了三个款型 其实从最低配11.49 到顶配12.69 就只相差了一万多块钱 而你通过仔细的配置的对比啊 即便是最低配啊 技术的配置也比较丰富的 而低配和中配的区别呢 主要在一些科技的智能的服务驾驶上 而中配和高配的区别啊 在L2的基础之上 顶配车型呢 增加了像车侧的预警系统啊 并限辅助等等 包括主驾驶这一边的座椅通通和加热 所以我觉得结合本身 低配和高配的车型 两个的价格悬殊 不是特别的大的前提之下 咱们就直接推荐12.69的自尊型 基础的配置本来已经足够 再加上车里的一些科技性的配置 还包括更好的 主驾驶这一车的舒适性的配置 还包括风味灯等等啊 它能够结合音乐 一起来发声律动 所以这个我觉得年轻人来说 应该说也挺吃这一套的 第二代优利威之的IDD已经到店了 大家如果对各方面的颜色呀 以及操控啊等等 我觉得到店里面来看吧 我觉得反正 产品历层面确实是没有什么短板